我们的这个节目每星期一次播出 慢慢地积累下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也积累了一些粉丝 那今天呢我带粉丝问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特别是很多要考进美术学院的 或者正在美术学院里面学画画的人 都会现在遇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画画的基本功重要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好啊 感谢你们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各个问题可以提 节目问题也可以提 绘画基本功重要吗 如果是绘画的基本功重要 因为是画画的 如果变成艺术的基本功重要吗 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是艺术的基本功 这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画画一个是画画 现在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艺术不等于画画的 这个怎么讲 为什么要是画画的或者画的好的我们说到是个画家 但是画画画的好的甚至在画拿上走得很好的 他们可能是商业画家 有个广告画家 有个插头画家 都没问题 他们画得很好 但是他们也许不是一个艺术家 当然这样一讲我们就要讨论艺术问题了 就是说我说的所谓艺术家指的是 必须在一个社会的思潮 或者社会的一个运动当中 你的整个表达 你的精神的表达 你的视觉的表达 都和这样的一个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 对艺术家或者对艺术人 第一个定义是 你的工作必须有针对性 您这个定义 我可以说是定义是 我觉得也很对 因为很多人都问 怎么定义艺术家 这个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 但是但是我现在先定义这个 就是说我说的是 目前你必须有针对性 你没有一个针对性 那么你就不会关注 但画家是画画 他不一定要有针对性 我画被子 我画肖像 我画裸体 我画美丽的云彩 甚至现在很多人还画古典主题 画古典主题都没问题 他们是画家 所以如果你是个画家 基本功很重要 虽然基本功也要讨论什么样的基本功 比如说你是一个追求 传统 或者我们所说的古典油画效果 那么你就要研究 西方传统油画的画法咯 你就要知道什么叫造染法咯 你知道颜料咯 知道画布咯 知道什么各种各样的媒介咯 媒字咯 如果你是个插头画章 你就要有书写基本功咯 你就要画各种各样的场景 能力很强咯 是吧 但不管怎么样 造型能力是最重要 你说 而且造型能力的核心是书写 我认为所有画画的 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书写 也就是说非常简单 一支铅笔 一条白纸 画里想不到的所有东西 而且画的很自由 以后再谈另一个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基本功重不重要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基本功 首先如果说艺术家和画家 并不需要画等号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绘画的基本功这一套 对艺术家不是很重要 因为今天有太多艺术家 其实不会画画 不会画画不等于 他不会做艺术 因为艺术今天是一个 多媒介的产物 我们可以拍照 可以拍影视 我们甚至可以是行为 可以装置 可以是装置 甚至我们所说的现成物 对 现成物 现成品 甚至 你还可以成为一个 世俗语言的调查学者 你会成为一个奇特的 社会学者 社会学家 比如说广东的 也是我们每月出来的 一个优秀艺术家 徐坦 他这几年 据我所知 一直在研究一个 人们日常用语中的 语词问题 他的有效性 他的艺术就是跟着访谈 跟着聊天 然后记录下来 变成文字 为什么 他要反对所有的艺术形式 而这个又在西方艺术有传统 因为所有的艺术 一旦获得一个物理的形式 就意味着它可以被收藏 就意味着它包含了一个 使它成为物理形式的技术要求 而所有的技术要求 那些极端的 或者说那些 希望自己表达更重要观念的艺术家 就认为这是个战略 因为过分的技术 的确会影响观念的表达 因为我们会去 关注到你的技术去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史密斯的摄影 亚当史密斯的摄影 我们就要研究 什么叫绿色色光圈 什么叫九个曝光区域 这个照片太精彩了 你看从最远到最近处的那个景深的每个细节 全部都出现了 他干嘛还表达观念 对 他没必要表达观念 他表达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你不要以为亚当史密斯没有观念 我们又把他看成是一个技术摄影家 是一个大相机摄影家 他的月夜搞了一连底片 然后放了一连才出来一个效果 你们一定要记住 亚当史密斯背后是基督家 他信守的观念很简单 上帝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现自身 所以当我用我的摄影技术 黑白摄影技术 极致的表达物像的所有质感的时候 这是我接近上帝的有效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也是观念 对 有时是光圈小组 包括维斯顿 你千万不要以为维斯顿派辣椒 就是个进入摄影家 哇 辣椒派的猪子前行 究竟是什么动力 在推动他去追求这个细节 背后还是我们的 当然这个观念和后面所说的观念不一样 相对于观念艺术家 他的批判性的各种 对 观念艺术家是批判性的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不是一个宗教概念 因为对于观念艺术家来讲 因为批判也是在战后才慢慢出现的 对 所以我们就无意中就引申到艺术论 当代艺术家 或者当代艺术的第二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他必须有针对性 对不对 第一个定义是这个针对性必须是批判 不能是歌颂的 不能是赞扬的 不能是唯美的 是吧 我拍一个女孩也是针对啊 针对女孩吧 这个也是普通大众最不理解的地方 就是说艺术不是就是要画美好的东西吗 又做美好的东西 你不美我收藏来干嘛 我挂家里干嘛 说得很对 于是就引申了第三个定义 艺术所针对的必须是一个问题 你的方式必须是批判 所以艺术是有针对性的 艺术是批判 艺术所指向的是一个问题 那我又想问回您刚刚才所说的这个这个里面 我隐身想到的是 那可不可以既能够获得这个观念性 然后呢又能够保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技术含量 就是说两者的兼备既有这个画画的功底 然后呢这个观念表达也很厉害这样子 这个问题也存在着简单和复杂的味道 简单回来就是所有过分明显的或者明确的技术 一定会影响观念的表达 因为它使人们把眼光放到你的技术上来 这是简单回答 复杂回答的意思就是 你能够在一张作品上一张照片上 让人家觉得没技术 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术 因为你必须让他觉得没技术 你要剔除所有可能过分的或者过度的技术内容 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回答应该是比较周到的 不容易的 当然实际上的状态是中间状态最多 中间状态最多就是有技术 但是技术要控制在一个不太影响表达的程度 或者说这个技术本身就是一种观念 你的语言或者你表达的语言本身 就可能是一种观念 那么我们在获得你的观念的同时 也获得了你的这种独特的技术 比如说中国的另外一个著名的摄影家 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名的叫王林德 王林德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最后走到了彻底否定的事情 他大概在三年前十年前的一批作品 非常有意思 这个作品就是光学 他的照片就是非常复杂 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板上面放了一千张底片 对不对 底面在横着这样子 在这个板上横着 你如果看这个板的话 它就是横着底片 一千张要像我这样排名 但是上面有个灯 灯一开的时候 收起底片就组成一个画 灯一关的时候 这个画面就不存在 所以他们展览就很麻烦 他想 把灯讲不太好 我作为一个展览把他请过来 他算不问的时候 你们这灯怎么放 我带灯 但是 当我在推 王林德的这种艺术 在美术界的时候 当那艺术界的时候 我惊讶地发现 大家都不太理解 他干嘛 他在干嘛 他不是拍个云吗 没有 他在 化解一个光学的过程 他其实在消解摄影 他把一个过程变成 对象 那么我这样讲完了 我就只能承认 王林德的技术 非常的 惊人 如果你有机会 去他的北京工作室 看他工作的话 你吓傻了 一千张T片 拍成一个画面 你去做完 那么大家研究各种折射 光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光 必须把角度调好 角度一不调好 就不出现了 对不对 这篇照片在国外 非常好 非常说好 嗯 嗯 嗯 从这个意思下来讲 你说到有没有进步 当然有进步 当然有技术 所以最沉 首先是必须要了解这个媒介 你是画画了 你要了解画画 你摄影了 你必须要很了解这个摄影 你才能够到最后能够去除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就不能看 画画画画的那个就是乱画 对 是这样的 拍照的就是乱拍 对 就像我无法把王林德我刚所介绍的那种照片 介绍给很多从事当那一处批评的女人这样子 他们听不明白 我发现我讲不清楚 居然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我就发现障碍在于 他们并不了解成像的过程 对你就必须要把这些细节了解了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是从哪个方面去入手去表达 你这有一年我要把王林德推成年度摄影家的时候 居然 居然 居然票就不够 是 CHAA